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学会了吗 26个字母我都会了 凑300个单词还用得了一个月吗 那你现在这是要 回家自己凑单词去 凑单词 这岂不成了 万字万话了 I B C D E F D H I G K I F 万字万话 考古其实并不复杂 今天我先讲几点考古的基本要领 眼看 手摸 耳闻 鼻秀 比如说鼻秀吧 任何文物都会留下岁月的气息 就像成年的东西会有骨霉味一样 就如同从这只骨壶上 我似乎可以嗅到远古美酒的芬芳 是吗 我来闻闻 怎么像是股骚臭味 笨 美酒如美食 饭刚出锅的时候也是香的 放时间长了不就是这个味吗 哦 我明白了 你去哪儿啊 躺过去 我还没讲完呢 开门 开门 开门了 少爷 是我 少爷回来了 老爷 少爷回来了 儿啊 儿啊 这是真的吗 昨天才送你到那遥远的地方学习考古 今天怎么就回来了 你是不是忘了带什么东西 叫爹送过去就可以了 何必大老远的跑回来呢 我毕业了 什么 五百两银子一天时间 你就学会了考古 当然 眼看守摸耳闻 鼻袖 四大口诀 我一路上都背了两千遍了 全学会了 老爸 我出去一趟 你干什么去 考古去 这回我一定要当个考古学家 任何文物都会留下岁月的气息 就像陈年的东西 会有股梅味一样 好像就是这个味儿 古董 你干什么 吓死我了你 别动 别动 你要干什么 宝物 宝物 你说什么 什么宝物 你的鞋子 这不是汉武帝的 就是唐太宗的 你闻闻这气味 没有千年是不会有这么浓的味道的 胡说 我虽然是汉脚 可以是每天都洗脚的 别想蒙我 你这一定是千年古物 是吗 你要是喜欢就让给你好了 多少钱 五两银子 五两 这个不是货的笨蛋 好 五两就五两 快 脱下来给我 这真是天上掉下的大馅饼 你真认为这是古董 错不了 我可是考古大师万万千的徒弟 给 银子归你 鞋归我了 再见 那鞋子可是我妈亲手给我做的 别骗我了 顺便告诉你一声 我有狡气 我的妈呀 连你也欺负我 疼死我了 鸡丁 快给我刨开看看 这是什么东东 我闻的味道一定就是古董 这是什么古董呢 鱼方针 三鸟九针 牛筋铜角 都不不像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管他呢 使古董就行 我小龙包终于当成考古学家了 各位 今天请大家来 一是为庆祝我的孩子学业有成 另外呢 要庆祝我孩子考古上有了新的发现 来 请大家开怀畅饮 考古这个东西嘛 无非就是敲一敲 听一听 看一看 当然还有闻一闻 很容易学到的 我就上了一天的课 该学的都会了 直接从一年级跳到十年级 那就请你把发现的古董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吧 好吧 来啦 各位请看 好 古代有犀牛形状的酒杯 也有大象形状的酒杯 这个东西大概是马型酒杯吧 真香啊 也许我用的就是骑士皇的酒杯 看药子挺香的 再来一杯吧 是吗 什么东西这么香啊 是你 是我 听说你又发现了个古董 我看看行吗 这可不是你那双臭鞋子 这是铁器 又不是青铜器 生产时间最多不超过十年 这可是真的古董 什么古董啊 这是夜壶 胡说你这是嫉妒 这俩字你不认识 不认识 我看看 是尿壶 什么 我说怎么有股怪味呢 儿子 儿子 前凡你不认字 闹了笑话 为父准备请三字经先生 教你认字 我一定发愤图强 客户读书 好 我绝不会再丢人了 发愤图强 客户读书 今天第一课我们讲 你说 老师我想问你一个非常有难度的问题 一字怎么写 老师 你不会连一字都不会吧 这就是一字 我明白了 你好感动 这就是二字 二字 所有的字都是这个道理 老爸老爸 什么事 老爸写字太简单了 我已经掌握了写字的真谛 你把老师辞了吧 我也去别的人家教小孩念书去 听见了吗 你失业了 这 真是自作聪明 不可教议 孩子 这么短的时间你就学会了写字 真聪明 老爸正要请万家父子来做客 请简就由你来写吧 好 我一定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学尾 咯咯咯 丫鬟 去看看少爷的请帖写好了没有 我和家丁还有马 已经保持这个动作五个小时了 是 老爷 少爷还没写完请简呢 多少了 儿子 你 儿子 你这是干什么 请你写个请帖 怎么还没写完 这个该死的万万万 姓什么不好 偏偏姓万 我从早上文提提武写到现在才写了一半多 就算手脚都用上也不够 我还烦着呢 用他 好吗 儿子 不能这样 这样写就快多了 写 写 写写 快写 我还要是谁呀 我咴 还玩 万字万话 主要是批评了那些想在学习中浅尝者的人 生死的人 学会了些皮毛就洋洋自得以为一通百通 但是他不知道学东西应该慢慢的积累 不能操之过急 更不能不懂装懂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看我还是回我的英女训练赢吧